算你们过关了 赵老师 等一下 小刺猬 还有什么事 你们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 赵老师 对不起 刚才我太冲动了 不过您的实力对我来说 太过强大 我不得不全力以赴 我帮您 把体内的暗基取出来吧 不然的话 恐怕会对您的身体有所影响 不然的话 莫白 你负责让这四个行身入住 明天开学 这个唐三弄得满地的武器 谁也别动 有的上米有毒 等他醒来让他自己收拾 赵老师 赵老师今天怎么了 跟你几个新生过不去干什么 有本事 你再大点声啊 让赵老师听到才好 他现在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火 正不知道找谁发现 我们先把他们几个安顿下来再说吧 为什么你们抱的都是美女 我抱的却是男人 因为你是大香肠叔叔 算我倒霉 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 要是当年 不提当年了 看来以后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 欲不拙不成器嘛 赵无极 谁 你出来 你出来 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这里 你是什么人 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冥王 很久没有互动筋骨 想和你切磋一下 封好 动辱 请问室内为前辈力领 就不要和在下开玩笑了 你白天的时候欺负那几个孩子 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 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 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 当然 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势强凌辱 此人到底是谁 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一个和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老大 这位前辈 老大 这位前辈 见过浩天缅下 不用多礼 我是来找麻烦的 猫鹰五魂七十八级 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 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 是的 缅下 不知赵无极何事得罪了缅下大人 能否给我几分薄灭 少废话 你咋来一边去 不然连你一块走 赵无极 我给你个机会 我不用误会 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 否则 你就要替我做一件事 浩天缅下大人 在下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您能不能先说清楚 在下死也死得明白 还用我说吗 打了小的 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个公道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动手吧 啊 啊 en 啊 快来扫这个二维码吧 关注斗罗大陆动画官方微信 第一时间获取斗罗大陆最新幕后消息 见证史莱克七